去request 我们这个地方实际上没有到网页上面去抓原始码 而是直接把原始码放到这边 那你小量的原始码可以直接贴到这边来run 试试看 然后你再去抓就会比较感觉的出来 就好像说你学游泳的时候 你直接把你放到大海里面让你游 那你可能就淹死了 一定要先在比较浅的地方慢慢练习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抓的是hello world 1.2.3 ok hello world 1.2.3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了 for i 等于是说把这个find all p全部都抓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是先把它全部抓过来 那抓过来之后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这样 先把它丢给一个 一般习惯会丢到一个串列里面去 所以也许我就用一个串列来接它 叫list 1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帮我抓过来的东西 那抓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再怎么样 一个一个把它print出去 那不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我们就是在底下的话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for回圈 那for i in range 或者是说for什么东西 我们用for i 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我们就一样给它长度 就len 总共有几个 那就是总共有list 1 到这个为止 然后冒号 print什么呢 就把这个 哪一个呢 把list 1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东西 这第1个 帮我怎么样呢 帮我的.test呢 就全部都把它print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看到结果就会是123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123里面的东西了 因为找p的话应该就是刚好三个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这样写的话 特别是哦 我假设吧 我不要这样写 我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写 什么方式呢 根本发现 它这个hollow word 这个hollow word123 三个pe有没有 它是在哪一个标签下面 body嘛对不对 实际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body抓回来 然后再把它里面的点test print出来 那不就ok了吗 会不会更简单 看起来好像更简单嘛 对 你就不用再跑一个回圈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说我今天 我刚刚这种做法是比较标准的 但是有的时候可以换个方向思考 就是你这样来抓 那个网页上面的东西 你不见得只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全部抓回来 如果我可以再把它上一层的东西抓下来 然后再把它print 会不会更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如果我用方法2 我就不用这个 我就把它这个mark掉了 注解一下 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可以什么 用那个sprint好了 其实print 那就sp find什么呢 find那个body 但是不是find all 因为body只会一个 所以呢 我们就find什么 find这个body 把body拿来find一下看看 有没有 然后呢 顺便把它里面的东西抓出来 点test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诶 它出来的话 有没有 甚至更简单 一行可以搞定 有没有 那你想说 老师那可是上面多一个换行 怎么办 那换行没关系 把它去掉就好了 怎么把它换行去掉 还记得吧 诶 点什么strip 所以这个strip非常重要 把什么反斜线n加一下 当然有时候反斜线 你看刚刚那个反斜线不ok 你就再加个反斜线r就好了 理论上会这样 一般都是微软 相关的那个产品 做出来的都会多一个反斜线r 如果这个不行 没关系 前面加一个反斜线r 大部分就ok了 两个啦 这个也是小诀窍 ok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吗 这样子是写一行 可是呢 如果你是足够写的话呢 你必须要写三行 那哪一个比较快 对 当然用body 直接抓比较快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时候 爬虫 尽量 你要找捷径 你不要 不要说你要抓的时候 给它抓一个 那个大 抓 每个都抓 然后抓回来写 把层次写得越写越复杂 那没有道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body的方式去抓取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切一下 应该可以越来越了解吧 所以以后 如果你假设呢 要成为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爬虫高手的话 第一步 请你务必要把html所有标签都了解 因为你不了解你怎么抓 ok 但是不是说每个都要很熟 至少常用的 像什么呢 像PE 像DIV 像哪个 像你要抓的东西 等等的 比较常用的标签 至少就是要熟悉 第二个的话 就是一般网页里面还有CSS 所以还是要把CSS了解 像那去抓 你会发现 其实你看得到的 都通通可以把它爬下来 所以 在想说 因为现在蛮多人每天的工作 都有一部分是要 就是抓网路资料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用 复制 选取复制贴上 选取复制贴上 但我觉得应该以后慢慢 这个动作会被爬虫 撰写程式给取代掉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 可以把它熟练的话 以后很多事情就简单了 甚至 好处是说以后 你就不只是只能盯着几个 各位数字的网页 你假如说跟你有关的相关专业 网页数量几千几万个的话 那你也不用担心 甚至如果你跟你相关的那些网页 它可能在国外 那国外有时候它就是像那个什么 它可能上面资料更新的时间 刚好是我们的凌晨 那你总不可能半夜也在那边去抓资料 所以你可以设定让那个python 时间到就自己去run一下 时间到就去run一下 你把它写成自动化 所以所有东西都自动化 时间到就自动去帮你把它抓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所有东西 我说真的 你剩下就写程式就好了 剩下就是去看一下资料库 剩下就是自动帮你产生报表 甚至自动帮你产生Dashboard 甚至你也可以再结合你们现在学的Power BI Power BI本身还有个APP 你还可以把那个结果出出到手机的APP 你随时还可以随时看一下那个仪表板 有没有什么资料 马上看一下 手机就随时可以看到你要看的那相关讯息 所以python是可以结合Power BI 的 OK 这边的话也许请各位试试看 爬虫的一些基本的概念